第27場 山東武山男子排球俱樂部隊 對寶天國立男子排球俱樂部隊的比賽現在開始 請學習體力 動唱中華人民共和國活動 靜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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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看由咪咕视频为您带来的2023到2024赛季中国排球超级联赛的比赛 今天是男排的比赛对阵双方是山东和保定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 Jack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男排的比赛 是男排的比赛 还在是男排的比赛 bin 这个是男排的比赛 人帮助赛的比赛 智德学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5号 雷震 并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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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局的比赛即将开始 第一局由山东队率先发球 发球的是山东队的主攻 翟德军 一传到位给快攻 保护起来 再组织 这球里昂的 组织还是很明确的 在反击的过程当中给一个断评 破坏了对方一传 主攻大调整 这球大手出界 山东队一传到位 给一个后三 这球组织的比较成功 这个球后三后四中间打了一个空门 四号位的平拉开 船的稍微有一点拉开 这个球 还是节奏上还没有配得很熟练 一传半到位 还是给拉查尔 再次被拦回 到位给后二 这球 温子华的后二打了一个直线 保定沃里这边发球失误 一传不到位 这个球 垫到二号位 不是很舒服 无功了 给个短平回首线 这个球二传传的稍微有点低 但是战斗队还是得分了 清发一个 一个短平 保定队同样是 用短平换颜色 一传到位 给一个短平 开局之后 山东队的快攻组织的 还是比较多的 已经组织了三次 宇传有些上网 单手调一快攻 山队起球 给王静怡后二 随相宇轻打 李磊的后三 这个球打在了五号位的底角 保定沃里这边 请求第一次暂停 准备 三天回来还是山东队发球 发球的是主攻李磊 山东队在开局这段时间 比分领先 在反击的过程当中 二船还是比较喜欢从中间突破 前三跟后三 其实都会给攻守创造机会 三天回来之后 山东队发球15 现在场上比分4比8 一船到A给后二 这球二船这边 米哈尔洛是没有防起来 自己也比较懊悔 取到了这个位置 但是没有防起来 追身的发球 给温子华 请拿保护回来 还是温子华 这个球 在三比线的位置上 没有人保护 跑定沃里这边 在打调整攻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山东队的篮网 开局到现在 山东队的篮网 已经得了三分 一船到位 温子华 二回强攻 再次被双人拦往拦住 一船到位 到位平拉开 温子军起球 反击 温子军打一个 平拉开 这个球 到位传的有点到 温子军这个球 是轻调得分 一船到位 给快攻 保护起来 有人非常顽强啊 山东队有反击机会 然后给宅子军打 调整攻 这球 应该是 保定队得分 山东队请求一个挑战 应该是挑战打手 这个球打完了之后 宅子军就已经失忆了 这球打手 这球打了边篮网 温泽华的手 山东队挑战成功 保定队再次请求暂停 加油 开始双方继续比赛 第一举的比赛 保定窝里已经把两次暂停全部用完了 一传不到位 只能垫调到四号位 最相遇 轻打 保护起来 这球有点扎网 这球最后啊 保护起来 没有保护好 第一局的比赛 保定窝里这边 在一攻不顺的情况下 还是打调整攻比较困难 因为山东队的篮网 布置得比较严密 另外在组织反击的时候 山东队的点是比较散的 山东二传里要发球 一传到位 轻掉 被拦回 反击给后二 这两个球截头传的都不是很舒服 这球 翟泽君又是失意打手了 但是裁判应该认为是四次击球 从开局打到现在来看 山东队 整体的节奏是比较流畅的 但是在反击的环节 在串联上面 尤其第二下调整的时候 会有一些问题 保定队这边二传跟攻守的节奏 目前还没有配得很舒服 黄静怡二号位的高点强攻 拿到这一根 保定队这边的陈佩玉 不攻 保定队这段时间 还是要先保证发球的质量 不能为了拼发球 当时了这 直接丧失这一分 保定队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 双方的罚球事务都比较多 山东一传到位 给四号位平拉开 山东队一传到位的情况下 平往攻的速度 还是要更快一些的 李磊打了一个平拉开 破坏了保定队的一传 这个球啊 没有调得很舒服 但是外边这个球 左手掉了一个心 是个őst的地方 走的路由 是个愉快的 是个愉快的路由 那电驭触 是个愉快的路由 是个愉快的路由 然后打浓入 保定队换人发球 晚上19号李静渊 也是要替后排一轮防守 宇传半到位 宅泽军平拉开 这个球啊 两个在远距离的调整上 还是不错的这个球 宇传到位 给二号位强攻 后排起球 电给宅泽军 反击腰线 这球是没有防起来 打到现在山东队的反击速度 刚刚的这个垫条 都比较平 高度都不高 压后驱 这球是失误了 换上来再接应阿图尔发球 宇传有一些上网 直接接过了网 跳给后二 宝丁握力这边 还是要注意篮网 这个保护 追身的发球 保护队这球只能是电过网 看怎么组织反击 好一个冲进 山东队的战术组织啊 非常成功 三米线 山东队啊 他的战术功 还是比较丰富的 一传到位情况下 有冲进短球 还有加三 还有交叉 接应这边还有背半高 还是给阿图尔 留人起球 电给宅泽军 这球只能无攻了 擦网球 电给主攻 这球 三人拦网啊 强行突破 一传到位 给快攻 这球适配了 还是换上来的 王启明 替补的主攻 发球 一传到位 还给短平 这个球 两个球传的都不太舒服 第一个球直接失误了 第二球传的还是有点低 二传这边自己要调整一下 还是要调整一下 传不到位 给四号 给四号位太扎网了 这球应该是出网了 山东队这段时间比较乱 比较着急 山队也是马上请求了一个三停 在我们的一个舞台 我们被人家的舞台 一会儿 全东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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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给我们一个 我们给我们的吹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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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你回来 宇传到位 王静怡的二号位强攻 打了一个小斜线 战东队虽然说领先 比较多 但是还是要注意稳住节奏 擦网球 宇传半到位 有侯二 走人好防守 有反击机会 拉开到四号位 这球传的还是有一点道 这二传在给 拉扎尔的球啊 都比较贴近标志杆 他上步上得比较早 所以他不太好掌握球了 24比15 战东队拿到了第一局局点 战东传到位 给快攻 拿到后半段山 弄队的快攻出现失误比较多 20分之后已经有三个了 点条给王静一 这球只能推攻 直接打后三 第一局打到现在河北 宝丁沃利这边是没有放的意思 还是在拼 全到位给王静一 打了一个非常浅的小鞋线 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25比18 山东队率先赢下第一局 大比分1比0 暂时领先 我们稍时休息 来看双方第二局比赛 先赢队双方第二局的赛队赛事 赛队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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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谢谢大家 各位朋友们 赛队我们来给大家最后一点时间 我们的抽套即将开始 请大家做好准备 我们会分两轮 一轮抽取十位 幸运的观众可以留到 旁边风雨的门票 来 来 来 做好准备 开始抽奖 第一轮是 哪十位呢 提 好 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拍照 或者是可以来到我们 012底风源的公众号 那么包括我们的 012球员走一号也会进行 发布我们获得了 幸运的招牌 我们准备第二轮的抽奖 谢谢大家准备好 我们看一看第二轮会 是哪十位呢 来 请准备 好 开始 大家全场一起倒数 5 5 4 3 2 1 平时抽奖 来 谈谈这十位 那么二十位的中奖名单 大家会在012底风源的走进号 进行发布 大家可以关注 查询 也不用回信 关注012底风源公众号 你可以将原价2排99元的 大家观众们只要可以按照99元 注入 听看到来到东西我们一起期待 好 来 那么 先给大家各位朋友 我们要再一次为 掌声的两支队伍 来加加油 注注微 我喊山东 你喊 你喊 你射 我谁是 山东 一车 山东 一车 山东 山东 山东队 一车 接下来他们也给保听队 来点你们的掌声 让他们听一听 好的 接下来的各位朋友们来 此刻第二次比赛 已经将打开维护 但是提醒 请凝聚保宁的手机闪光 处于光临放弹 在球员放出时 请凝聚保室再靠安静 请大家比赛 我们一起来保救 好 好 好的 欢迎回来 现在是第二局的比赛 第二局的比赛由 保定沃利率先发球 发球的是主公王启明 山东队一转不到位 给王静一二号位调整 拐了一个直线 这个赛季王静一打调整攻的能力 要比之前还要强 一转到位 轻掉 防起 王静一二号位枪攻 被拦回 这个球 后排保护的时候啊 摇了一下手 没有防起来 好 定队 一转到位 一转到位 四号位平拉开 打手出镜 一转半到位 一转半到位 比类打调整 保护起来 王静怡打后二 这球非常漂亮啊 三人篮网接了一个结线 战斗队这个回合 保护保护的非常好 一圈到位 别后二 这球传的比较靠前了 第一局的后半段 局中阶段 保定沃里这边 是换下了温子华 换上了阿图尔 但是效果也不是很好 跟二传的配合 还是不是很流畅 清发擦网球 这个球没有过往 前曲球 还要给四号位打强攻 这个球直线出界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球 是不是裁判要自己挑战一下 因为从转播画面 没有看到裁判给手势 第一局的技术统计来看 山东这边的遗传到位率是78% 这个到位率还是相当不错的 保定沃里这边只有20% 所以保定队这一局还是要先把遗传接好 防返得分率上来看 山东这边是70% 保定沃里这边是25% 所以从这两个数据上来看 相差还是比较大的第一局 台判这分应该是判给了山东队 这边是5% 拉扎发球 莫坏了一传 这球 两个人互相让了一下 王静一是觉得自由人应该调这个球 自己去准备打调整攻 但是自由人这边以为王静一要调 两个人都互相依仗 一传半倒位 翟德军 山东队的四号位 要相对于其他队来说要更快 更低一点 宝丁队这边一传到位 给一个后三 这个组织还是比较成功的 王静一后二 这球打了一个中川 双篮网并得并不齐 王静一今天的扣球成功率 还是比较高的 一传半倒位 给二号位接应 这球打手出界 保定队的边攻跟米哈尔洛的配合 还不是很熟练 因为在从上部节奏上来看 每个攻守到球底下的时候 都会顿一步 打一个交叉 贾德军刚刚是打了一个加三 自己从四号位跑动到三号位 这是一个轻发 武功过往 还是在串联上出现了失误 机会又到了保定窝里这边 转移到后二 再次打手出界 其实刚刚这一分球啊 对于山东队来说是个机会球 但是又是在串联时候出现了问题 这种人传到位 给一个后三 这个组织非常成功 二船的传球也比较有隐蔽性 直接给了一个后三 擦网球 这球二船是没有够到 罚球觉得分了 半刀位 调到四号位 打强攻 这球三人拦完 把球拦住了 保定窝里这边还是要注意 先把一船起高 在打调整攻的时候 一定要给攻守全力保护 下一个后三 这边是公团的 三天回来我们来看双方继续比赛 还是破坏了一传 点给拉扎尔 两个后排起球 宅泽勋给王静一 轻掉 只能过度看反击 还是给王静一 戴戴军直接一个后三啊 把这一分拿到了 这球一传到位了 给一个背快 后排起球 这个球第二下 衔接没有够到球 山队也是破坏了一传 给黎磊大调整 保定队后排起球 点给接应打后二 轻打过度一下 还是宅泽君给王静一 这个球掉了一个长线 其实宅泽泽君有两次夹扣真传的动作 但是没有缓过保定卧力这边的篮网 把球直接得分 把球直接得分 我都在了 走 中一个这个达 再玩了 这边的手 将军 宇传有些上网 这个球 盘头被防起 反击 给后三 宝丁队的防守非常顽强 这个球还是 比一类的后三的分 宝丁沃利这边应该是 请求了一个暂停 请求了一次挑战 应该是挑战这后三彩线 对其中挑战 好像被人为最高卡 金兽限 金球犯规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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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后三进攻没有彩线 挑战失败 保定队再次换人发球 翻上了李靖渊 山东队一传到位 打一个冲进 山东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 主攻的跑动的战术还是比较多的 翟德军这边有冲进短球 还有加三 一传到位 给二号位打接应 一传到位 展德军平拉开 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 一传到位 给翟德军这个球 二传单手调了一个四号位 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半倒位给一个猿王断平 偷拍起球 李磊直接打 这个反击速度真快啊 二传李扬发球 一传不到位 自己打调整攻 这球应该是打往带之后出界了 王启明这个时候 上部的节奏还是受到了影响 这球应该是三千 不可以 台湾全场的朋友们 也让他们好听 对台湾全球员组组 台湾全球员的热情 这球员组这球员组 现在又是把第一局首发的隋相宇换上场 一传到位隋相宇打平拉开 这球被拦网拦住了 这一份球其实保定队的组织是不错的 但是王静一看得比较准 给接应打调整攻 宅泽君非常拼啊 这个球接应有抄手进攻的意思 阿托尔的罚球 宇传到位 王静一二号位强攻 这球应该是扣球失误了 罚一个轻一点的球 推攻过网 验条给王静一 打调整攻 保护 网上征球 这球复攻非常聪明 这个球应该是 米哈一路推了一个五号位的底角 战斗队请求一个暂停 给他们队伍打起上山东队 加油 山东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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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 加油 我想让他们给罗维超过外观点来拍掌声 开始提醒凌方的地下 帮我们听他感觉 啊呀 暂停回来 我们来看双方继续比赛 还是 阿托尔罚球 遗传有些上网 裁判没有吹上 比赛继续 给阿托尔打后二 空网起球 和王静一打调整 这球扎网的情况下啊 掉了一个三米线 请发一个前驱 给短平 保定对头分 这应该是打手了 一传半到位 给王静一 二号位打调整 探头 这球还是 脚球上稍微差了一点 这球 可以保护起来的 其实 一传到位 给后二 这个后二 没有保持好位置 打出了键 山队来到了 第二局的局点 24比16 宇传到位 四号位平拉开 这球又是被山队拦住了 25比16 山东队在赢下第二局 大比分 2比0 暂时领先 双方交换场地 我们稍息休息 来看双方第三局的比赛 一传到位 现在的各位朋友们 要来到我们盖中的局节互动 这赛个来点不一样的 咱们朋友说来到现场 可以体验一下 所谓明星的感觉 本次赛 还要抽取 十位 幸运的观众 带最后 我们准备 山东队的球员们 一起 合一流液 看谁下了 看谁下了 大大浪漫准备好 看一看 首先第一组是谁呢 好 恭喜这两位黄雄 获得了我们的合影机会 非常棒 同样也是我们支持 主角的球迷的精彩 我们的镜头 开始摇起来寻找下一组 看一看下一组 过去哪边呢 看一看你们的战友吧 来 镜头请准备 看看这一组 这位黄的衣服的女士 和黑的衣服的男士 第二组 恭喜 好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寻找下一组 看一看能给到哪边呢 来准备 让我们看看镜头给到 这两位男士 这个衣服很可爱啊 好 恭喜 好 接下来我们来这边来寻找看一看 这位朋友们你们的热情来到吗 还请准备好 对用你的热情来吸引一下 我们的摄像机和摄影师 准备好你们所有人的一个热情 来看一看 好 咱们准备看一看这一组 来吧黄的要分 五 四 三 二 一 看看 好 恭喜这两位女士 最后一组 我看他会给他马远啊 来 最后一组 我们看一看 来 请同学两位 恭喜 最后 又知道的是又帅气又美 又是美女 好 好 那么接下来请大家 这一组 西区观众来到我们主席台的左右两个 我们找到我们安防人员 在 稍后呢我们会提供你们 带领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 好 现在金台连赛将继续 陈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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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由咪咕视频为您带来的2023到2024彩帝中国排球超级联赛的比赛 今天是南排的比赛 接着双方是山东和宝丁沃利 第三局上来之后 山东如晨率先发球 发球的是主公斋德军 一传到位 四号位平拉开 这一分是大手出界了 一传到位给一个短评 这球被复工盯住了 陈佩宇 带人篮网得分 一传到位 给王健一二号位强攻清掉 同样转移到二号位给文子华 这球直线拐出了界 这球直线拐出了界 一传半到位 林雷达调整弓 打手出界 一传到位 给个后三 这球后三没有发胜力 但是战队后排没有防起来 階相宇拿到这一分 山东队一传到位 给后三 开局之后 两边的二船都靠后三来渡轮 和他掌握 其中心一圈 都靠后三,雷达调整套 有的案子 攻击 因为他是冠队 一批 飞 能不能扭 有的 一传半到位 给后二 这球王静一是一个轻打 打了一个卧果 王静一今天在处理球上还是不错的 保定队一传到位 二号位 这球温泽华扣得非常好 宇传不到位 给王静一打后二 这球河北对稍微有一点遗憾 差一点可以放起来 电条给四号位 隋翔宇 打了一条大斜线 发球性能非常好 让给王静一打调整 轻拍过度 看怎么组织 转移到后二 保定队又是抓住了一个防反的机会 擦网球 一传到位 给二号位 这球王静一的点扣得非常高 一传到位 给一个进体 合不得上来之后 复攻这一点也打开了 一传到位 王静一打一个短球 其实山东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 还是可以组织跑动的进攻 四号位 四号位枪攻 篮回 再组织 还是给四号位 再次被篮回 看 转移到后二 这球 温泽华大手出界 战动队 应该是提出一个挑战 这个角度看 是打到了拦网队员的手 保定队员这边还是保持三分的领先 十比七 相对于传到位 二号位 王静一 一条打斜线得分 八球彩线了 保定队员 又是发球直接得分 第三局上来之后 保定队的发球性能 发的还是不错的 山东队请求一次暂停 山东队请求一次暂停 第三局上来之后 山东队没有抓住开局 反而是保定队 从开局就一直拼网球 而且网球现在也拼出来了 第三局山东队的篮网 到目前还没有发挥出来 宇传到位 给一个备快 后排起球 练给宅德军 调整 这球平打 打了一个五号位的长线 温泽华打调整攻 这个球其实李磊是可以防起来的 山东队的队员 现在在防守的位置上面 还是要许位清楚 而且要脚步移动的 要灵活 保定窝里的复攻 陈佩玉发球 又是一串步到位 还在军打调整攻 两个调整攻 都是从中线这边突破 平打 黄尼 黄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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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传到位 给平拉开 这个球平拉开 传过来的时候有点倒 还是要二传和攻守要沟通好 如果说攻守上步快 那二传可以再给的进网一点 如果说上步慢一点的话 那可以打这种倒一点的球 斬子军自己来 大手之后后排起球 看怎么组织 直接二次 轻打过渡 看反击 自豪为强攻 一球大受出界 山东队换人 换上了一个主攻 换下了积道帅 换下了翟子军 换上了孙小帅 一传到位 王静一打后二 其实这段时间 山东队在追分的时候 第一不能发球失误 第二还是要 在反击有机会 给王静一这一点 因为从成功率上来看 王静一的反击成功率 是比较高的 二压前排的主攻 一传半到位 给后三 清掉 先调到四号位 这球是一个轻打的处理球 大家说 神仲的朋友们 你们要把武术率撑出来吗 神仲队 沈東隊 加油 餐廳回來我們來看雙方繼續比賽 發球的是山東隊的主玩船李昂 還是在壓前派的主攻發 發球性能非常好 只能無功過網 看山東隊怎麼組織 這個電球 還是有機會的山東隊 四回平打 保定隊籃王隊員出網了 這也是保定隊送給了山東隊一分 因為 剛剛山東隊的自由人在上球的時候 直接電過了網 一傳先衝網 二傳這個球想要四號位 但是被孫小帥直接籃網得分 保定沃里這邊也是換了一名主攻 換下了隨翔宇 換上了王啟明 一傳到位給一個短平快 張東正這個球一直盯著浮宮 被攔到了 山東隊反超比分 下山東隊 商店隊請車加了 上山東隊 全球朋友們 看好球交部的區域 你們的情況 跟他們一起揮上來 穿上套 below 都還要跟他們 隊 全球隊 對 頂 暂停回来 我们来看双方继续比赛 发球的还是山东队的主要船 李昂 一直在追发五号位这个直线 这个又是发球直接得分 阿展尔这个球是想保护一下前排的主攻 宇传半到位 自己打调整攻 打了一个大斜线得分 打了一个大斜线得分 一传到位 给王静怡打二后卫强攻 这球拐弯打手出界了 一传到位 给侯二温子华 后排起球 王静怡这个球磨手了 磨手出界 这球李扬从后排插上的时候 球比较近往 所以 搬二号位的时候 传得有点低 那王静怡这个球 自己抢了一下 磨手出界 一传到位 跑一个短球 宝丁沃利这边 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 同样是 打了一个战术 跑了一个冲进 现在换人发球 换上了李静渊 一传有些冲网 王静怡 抓掉 宝丁一传到位 给侯二温子华 被篮回 给拉扎尔 骚位强攻 还是拉扎尔 这球轻掉 没有过去 反击 还是拉扎尔 这个球 腰线得分了 只能清牌过度 反击 打四号位强攻 王静一的二号位强攻 这个小斜线 应该是出界了 山东队应该是请求挑战 挑战这个球 压边线 的 张怡 这个球出界还是比较明显的 保定窝里这边逐渐的破进比分 现在是20比21只差一分 这个球想发一个前驱但是没有过往 破坏了对方一传 电到二号位 保护起来往上征球 还是主攻这边处理球 这个球二踩吹哨了 这应该是占动队的队员出网了 又是一个罚球失误 一传到位 转移到二号位 这球扎网了 给一个短评 反进的时候二传很敢组织 给了一个背传的短评块 一传到位 给一个平拉开 这个球晃得非常好 复攻跟二传一起晃了一个空门 战斗队来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24比22 一传到位 给一个短评块 这球后排没有防起来 保定队再追一分 23比24 随着温泽华的发球下网 25比23 山东队再赢下第三局 大比分3比0战胜了保定握力 单局的比分分别是25比18 25比16和25比23 山东队也是在主场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我们要恭喜山东队 同时我们要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保定卧力队 好的本场比赛就为您解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 各位观众在中广场的路边 有免费接国的大法 我们可以去找 同样也可以询问工作人员 具体的工作方式 广场是最重要的 是最重要的 这一场比赛 很重要的 在如果师父身上 与他预备 与他预备 老板 与他预备 因為我現在是在這裡的位置 我現在是在這裡的位置